大家最關注的相信是港版國安法 不闖絕亦是適時 在這種情況亦給了我們很多驚喜 如果你說一個法例是應該得到民眾的支持 由民眾選出來的機構的通過的話 不是闖絕 是斷言 霸王上眼 如果一個法例在大陸造成了十四億人的恐懼 那你有甚麼理由要強加給七百萬人 今天我們看到顏色革命的確是很毒的 當時說的時候顏色革命沒有人相信 尤其是他們那一班 今天我們看得到很清楚 包括蓬佩奧在4月29日說 你23條不能夠立 因為這樣會影響我們美國利益 所以這個問題 蓬佩奧說甚麼我就不理他 是啦 我們是香港人來的 是中國人來的 香港人 中國人都是 很簡單 我穿這件衣服上來 現在穿一定沒事的 穿了內穿有沒有事 不知道 好像何君堯議員那樣 他在2017年的時候 剛剛做立法會議員 那天跟他同事 他支持平反六四的議案 OK 我記得他2017年走出來再說一次 再在Facebook上說一次 如果《國安法》一通過之後 這件事是不能夠說的 我不是作大 劉曉波、李旺陽 很多人都是因為要平反六四 這樣就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這就不要爭辯了 大陸都認為這樣就是了 因為六四那件事已經定了條了 你再這樣引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倒台 八九民運裏面我們要知道 有很多很熱愛國家的年青人 在那個事態裏面 他的心是好的 就算這個問題是在外面說的 是不是要求六四平反 我覺得都是言論自由 沒有問題的 你問我 我支持平反的 何君堯就說 我可以再說 我真的問他擔心 你真的不要再說 第二就是 你說那些應該尊敬學生 好像黃丹那些 現在流了忙 當時沒有國家安全法 就用刑法說他反革命宣傳煽動罪 要抓他 判刑的 再出來黃丹就有國安法 那我就用國安法判他十一年 這個很清楚的 我講回歷史 為什麼基本法裡面不說照抄國家安全法呢 就是因為 這個國家安全法是在1993年才通過的 因為那時候共產黨沒有國家安全法 是無法可依的 好了 八九民運之後 太多這樣的事情 你要跟國際接軌 那你也要跟國際的寫法 你就不可以說有反革命宣傳煽動罪 那要合什麼命呢 共產黨自己也要反革命 你可以經常轉態 但是你說那些人值得尊敬的 他死了 如果你繼續這樣說的時候 好像劉曉波先生一樣 只不過 港零八憲章全部都是 說你給我普選權 大家也看到了 他拿了諾貝爾和平獎 不要爭 好了 這樣的人 都要判十一年 你說不恐怖? 李旺陽又濃又盲 又走不了 這樣也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都要判 判了 然後再說說平反六四 殺賣 喂 沒了查 為什麼 國家是為人民而立 為人民不是為國家而立 如果國家是為人民而立的 人民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如果人民的安全 不得到照顧的時候 那怎麼搞都很簡單 撤路國家機密 我講到基本23條裡面有的 是不是 撤路國家機密 喂 如果你在武漢 當日你知道了這個 這個武漢發言的內情的時候 在寫 喂 捉得的 其實 高瑜 高瑜這個人說 兩次觸犯 撤路國家機密 王旗更離譜 他是因為 在四川 文川大地震的時候 追查死了多少人 有多少豆腐 周工程 已經坐牢 坐完出來 被那些國保圍住 然後他有一天 看到國保 有一個文件 看到 原來就是怎樣對付他 他拿了出來 扔上 好像扔上Yahoo 扔上Yahoo 喂 又拘捕了 現在又判11年 重點就是大家憂慮 雖然說你Yahoo 你將來都不行 如果過了23條 我拿到一些東西給你 你敢不敢發表 你不敢發表 洩漏國家機密 或者 煽動天埔國家政權 很簡單的道理 如果你思想入罪 言論有入罪 那不用說 人類不用走到這一步 回到巡視網就可以了 份書節省就可以了